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上一集呢您跟我们讲宽额力 平常什么时候应该宽和 那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要严肃一点 那个宽额力 那么今天不知道讲师您要教导我们的是哪一种德性呢 好的 这个久德可以说是一个人他名不名理 就是从这个久德上面来评量的 那我们教小孩也是希望把他教的名理对不对 对 首先父母要名理 这个父母没有久德怎么教小孩久德 这个老师没有久德怎么教小孩久德 是这样子您说的是 对不对 所以父母呢先把这个久德啊 先把它玩味道很熟悉 然后在教小孩的过程啊 我们教他一个东西 就要开始避开这个东西所产生的弊端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我们跟小孩子讲说 不可以撒谎哦要有信用 对不对 这个凡事呢一定要诚实 是 我们这样子教他就凡事呢都讲信用 那他答应了同学的一个事情 同学有一天跟他说 今天下午我们下课 我们去打谁 好 你是不是哥们 答不答应 我是哥们 他就答应了 答应了可不可以改变呢 你说要守信的话那就不能改变啊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要守信到底 什么时候其实是不必守信 你要一并教他呀 对 他才会名理呀 对不对 那你要教他说 这个不可以说谎 那有的时候是必须要说谎啊 对不对 这个比如说同学做了一件 什么什么事情啊 不方便说出他的缺点 老师或者是别人问说 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个事啊 你顾左右而言他不要说 对不对 这不是等于在说谎吗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诚实 什么时候可以说谎 这个要教他呀 教他他会了他就会是名理的小孩 对他就会成为名理 不然就会啊 虽然是乖乖的 但是很死板 是 这个很多人就说哎呦 张小师你这怪怪的怎么说是可以撒谎呢 我没听过这种事情 你就是没听过这种事情 所以教出来小孩就笨笨的乖乖的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一个治理国家的人啊 有很多事啊他就不能名讲 他一个名讲百姓就动荡 对不对 对 明明股市快崩盘了对不对 他说这个非常稳定一切都如常 哎这是说谎啊 他说谎了 但是百姓这样才安心啊 但是如果你风吹草动就说各位百姓请注意 我们现在的银行有问题 非常大的风险 你虽然是很老实啊 明天国家就被你搞垮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要不要说谎 有的时候要说谎 什么时候不能说谎 千万不要说谎 对啊 所以讲是我们大人门心质问一下 我们自己好像不是很明理的人哦 搞不清楚 该诚实没有诚实 该说谎没有说谎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麻烦 是啊 所以要请讲是这样 像上次您跟我们讲的宽和力 回去就在揣摩啊 这个时候应该是宽和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我还是揣摩不太到位 讲是这真的是需要练习 这个就是要慢慢练习 但是首先就是你要先知道说 有这个道理 是 有这个道理之后呢 你就不会这个 为首为尾动则得救 听说要宽大嘛 现在跟他计较这个 好像是不够宽大嘛 你就为首为尾啦 对不对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计较到底啊 什么时候是完全可以 让给他啦 什么时候是一寸不让 是 对不对 是 而且讲是我还有感觉到说 在每一个那个机会 就是当机立断的那个机会 要去选择说我到底 这个时候要选择用宽还是用力 好像每个机会点出来的时候 我都要再去想一下 嗯 到底用怎么样的态度才是 这个如果平常的时候 有跟小孩子有充分的沟通 对不对 没事就是会聊起这些事情 生活中报纸上电视上 每天都有不断的题材 对 那这个题材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跟小孩讨论 是是是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他就会进步了嘛 嗯 好今天我们讲九德的第二德啊 第二德 柔而立 柔而立 这个柔啊 就是处世温和啦 就是柔和 是 而立 这个立是站立的立 跟前面宽和立的立是不一样的 是 一个人处世态度虽然是柔和 可是呢 他又有坚强的意志啊 足以建立事业 足以使一个事情啊 成功 是 就叫做柔而立啊 那为什么要讲柔而立啊 就是这个温和柔和的人哦 常常态度就会变得过分软弱 凡事都是随和而人的啊 那他以为颜色要和颜悦色啦 说话要慢慢说啦 走路要慢慢走啦 有没有 比如说教小孩啊 说一次不行说十次啦 说十次不行说百次啦 反正哦 要柔柔和和慢慢的说 是 那这种人 他是以柔和为德啊 为柔而柔啊 为什么他以为 这种柔的态度 才是有德性的人 所以他就会去巧作 这种柔和的德性 那所以这种人 他永远不敢跟人 有坚持的抵触 他不敢 但是世界上有些事情 是必须坚持的 嗯 有些情况是必须跟人抵触的 是 他是不会的 永远都柔柔 那好了 那碰到这种柔的人 硬的人就严过你啦 是 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啦 最后这种人 久了就变成畏畏缩缩啦 或者是没主见啦 凡事随和人就变成随坡逐流啦 好 那在论语里面呢 就是所谓的那种善柔 有知有量有多文是意者善有嘛 对不对 有偏僻有偏令有善柔 善跟柔本来这两个字是好字啦 像相怨 一厢里面都认为他是好人 这本来是好字 但是你为了柔而柔 为了善而善 就变成怎么样 演戏一样的啦 有善柔 朋友善善柔柔的 该跟你这个坚持 他不坚持 该跟你争鉴 你不争鉴 该跟你威严 他不敢威严 他永远都随和着你 各位你身旁 如果有这种朋友 永远随和着你 赶快把他剃掉 是笋友 这叫做笋友 这是三个笋友之内有善柔 还有那种巧言令色的 很会说话满足你 表情很好 很温和 对不对 甚至孔子说 德之贼相怨也 都是这种 以柔弱为德的人啊 但是却不能够建立半点事情 不能够这个创业垂通 不能够引导人往更好的方向 就是我们刻意的要以柔为德性 因为书本上都告诉我们要柔和嘛 对不对 什么德性 都是好德性 这些好德性啊 如果不恰到好处超过了 都会变成反效果 当然反效果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小孩 误以为现在告诉他的 就是最好最好 比如说温良公俭让好了 温和的人 善良的人 恭敬的人 节俭的人 会退让的人 温良公俭让应该够好了吧 很好 温良公俭让 如果你一直以为温和一直退让 他就会像马英九那样了 那个就是温良公俭让的代表啦 不足以立事立不起来 在群魔乱舞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波乱反正的效果 他就做不出来 最后他被淹没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少了立嘛 立不起来嘛 立不起来嘛 柔是柔啦 凉也是凉了啦 温也是温了啦 立不起事情来嘛 对不对 那这种人一个人生活是可以的 我要带领大多数的人啦 那怎么行呢 是 那就不行了 就是说没有破例嘛 所以只有温柔 不能称为是德 一个温柔当然是好事 但是该坚持的时候 你必须舍弃温和改用 严肃坚持的态度 这样能够刚柔相继 才会成为一个德 对 所以我们要告诉小孩子说 要温温和和的 那你要告诉他什么时候 要改变这个态度 这个要顺便教他哦 是 不然的话 那他就会被误导啦 是 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小影片 就是 有一个小孩在便利商店里面当店员 个子高大胖胖的 力气也很大 结果呢 从这个店门口呢 就跑进来一个人 他要抢劫 并且拿着一把刀 哦 挥来挥去的 然后呢 叫着他的脖子 只是像喝醉酒一样 那个进来的人 个子并不大 他说这个店员个子很高 可是这个店员很温和 嗯 后来这个挥刀的人呢 就把刀子呢 从他的背上砍一刀 砍一刀 他这个呢 因为很胖很壮 可能漏很多啊 事情也不大 嗯 就他也没有回首 他也没有夺到 还在跟他温温和和的 很乖巧的在那边跟他讲话 那个人呢 又砍他一刀 从脖子砍下去 人就倒下来 哦 我想这个小孩就是说 从小到大都是温和了 说人不应该打架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打架 这个父母要不要教 像这个时候不能打架 什么时候能打架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可以反击 不晓得 对啊 你什么时候可以动手动脚 你没有教他 对 你只是教他不能动手动脚 他的刀子都已经砍在你身上了 对 已经一刀了 你这个时候你也不逃 还在摆温和 这个温和可以称为德嘛 不行啊 这个温和损他一条命 那怎么叫做德呢 对不对 德者生也啊 你要教一个小孩 没有把他教活 你把他教乖了 乖有时候跟笨是同一词啊 乖没有用 要教命令 是 所以 柔要能够立 比如说 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顺 他侍奉他的父亲啊 百依百顺 但是他的父亲一直要害死他 他的弟弟也要一直害死他 我们就举个例吧 比如说训寿师 那个老虎是很威武的啊 很凶嘛 那你对他你要揉揉的啊 因为你硬碰硬 你只会把他的力气 把他的暴怒之气惹出来 你对他是温温揉揉的 就不让他有发怒的这个机会 可是他却有办法把这个受教的摆一摆顺 那不就是方法了吗 不是柔而能够立吗 对不对 柔而不是跟着他走啊 虽然是柔但是我们有坚强的意志在这里面 不断的正在教育他 这个孙对他的父亲是很孝顺 很柔 但是都没有让他的父亲得逞 好 并且呢 你可以从一些事情上面看到他有独立见解 他能够这个把事情做好 比如说他这个不告而取啊 好 这摇呢要把他两个女儿嫁给他嘛 是 他说那我一定要回去告诉我的父亲啊 但是顺这么孝顺怎么没有告诉父亲 摇说 对 且慢且慢 你要告诉父亲的话你就娶不了啦 那顺就说 那娶不了就娶不了嘛 那不娶就算了嘛 我怎么能够说 哎 瞒着我的父亲 娶了媳妇啊 这是多不孝的事情嘛 嗯 他说哎哎哎 且慢且慢 要说且慢且慢 你想想看啊 你如果跟你的父亲讲 你的父亲是要天天害死你的人 他肯定是不会让你娶的 他不让你娶呢 你就没老婆 你没老婆呢 你就断了后了 你断了后呢 不孝友善 无获为大 对不对 说最不孝的事情 不是表面上听不听话的问题而已 最大的不孝是什么呢 断了香烟 那你今天告诉他就断香烟 你不告诉他就不用断香烟 就被他骂两顿 对不对 生气两天也就没了嘛 是 那你说那怎么办 那别人说我这个不孝顺 哎呀这别人说我不孝顺 有什么关系 那他们误会他们的 我的能够延续香烟最重要 对不对 那如果我的父亲反对我 结果呢断了我们家的香烟 那这个罪过最后谁要担呢 哎他的父亲要担 是 所以他最后呢 哎就真的不告而取 可是他是多孝顺的人 哎直接娶老婆了 没跟他的父亲讲 生命组成手腕了 回去说我已经娶老婆了 已经都举行过婚礼了 那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说 哎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说 有些时候父母的反对 可以这么做 有些时候是很没理的 哎但是他这么做 就是说让他的父亲气两天而已 是 气两天这个事情 也没多大了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天天在气的嘛 是 不差这一件事情 是 对不对 是 当然如果你父亲身体很不好 病危状态千万不要再气他 这个是不一样的哦 好OK 所以这个大顺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他四父至柔 而四四都能够自立 你看他后来摇把天下 让他去同龄 自立的风调与顺国泰民安 对不对 是 所以柔啊 柔归柔 不能做一个没有破例 没有主见的人啊 是 好 那我们再举个反向的例子 比如说现代的人的这种教育 现在的教育 父母对小孩的教育很柔吧 很柔 一点都不敢跟他说大话 不敢跟他说硬话 对不对 那一点不堪 违逆他的意思 都以小孩子为小皇帝 对不对 爱的教育 那个小孩不论怎么样闹 怎么样闹 父母总是这样啊 半条私利的啊 轻声细语的 够爱小孩了吧 对 但是你这个柔呢 并无法让这个小孩适应社会 对不对 你无法让小孩知道社会的实际情况 你养成他的教育的个性 你让你的小孩出去的时候 这边碰壁那边碰壁 他就发现 哇我的父母害了我 他完全没有让我适应状况 是 他好像关在象牙塔里面 他就不敢去接触社会 他把房门关起来 他当宅男宅女 他变啃老族 这谁害的啊 父母的错 这个柔这个字 给害了 是 该刚的时候要不要刚一下啊 不能只有柔啦 这个柔要能够立事 能够把事情建立起来 能够让事情往更健康更有益处的方向走 这个柔才有柔才有意义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论语里面 这一点呢最可贵 这一点呢最可贵 柔和不以礼节之意 不可行也 这后面这句很重要 他说有所不行 他说 虽然是礼是以和为贵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和却不可行 这个和呢 有些情况呢是例外 是不值得称道 和也不能和过度 比如说知和而和 什么叫知和而和啊 就说 我知道和气的样子 最能够给人家好印象 我知道呢我表现得非常和气的样子 让人家觉得我很有德心 所以我就去照做的呢 更和善更柔和的样子 给大家看 所以不论到哪里呢 我总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 是为了逢迎人家 其实说实在话内心就是逢迎 所以有所不行 说有些情况是行不通的 虽然和是很可贵 有些情况和是行不通的 哪一种情况 知和而和 但是我们如果知柔而柔呢 那就更糟糕了 那就有点凉凉腔了 对不对 是 大男人搞得凉凉腔腔的 知和而和 知柔而柔 知宽而宽 都是病啦 也不行 对不对 他说不予理节制 亦不可行也 什么不予理节制 要怎么样以理节制 说当理而理 理如果过多了 理过多了而还在和 就是以和来惨媚人嘛 对不对 对 不超过 这个才行的 要和在这个节度上 所以不要每个人 把礼貌做得像外交官一样 那个很讨厌 礼貌都很周到 可是内在呢 却充满了鬼诈的心思 内心各怀鬼胎 理节是一流的 所以内外变成背离啊 这个是人家所说的议席嘛 那这等于教人家虚伪了嘛 对不对 所以道德经有一句话 讲说什么 他说啊 理者忠信之伯而乱之首也 所以如果你没有发自内心啊 你只是在外面巧思这个理啊 来赢得人家 认为你很有德性 这就是忠信之伯而乱之首也 你的忠信 你的内心的本质已经少到了最极点了 这是整个祸乱的开始 这个就是知何而乱 不可行的地方 所以他说 你知用何为贵 诶 这个以何为贵 但是有所不行 还是有一个例外情况是不可行的 如果知何而乱 不予理节制 亦不可行也 这也是行不通的 那知何而乱 那就变成什么 善柔 变成什么 巧言吝啬 变成相怨 是 所以柔要能够立 柔要能够得到长远 让一个人的品格 心性 能够得到智力 能够建立 对工业也能够建立 对事业也能够建立 对人能够有真正的好处 不是在表现一个外表很柔和 以柔为德 以柔不足以成为德 柔而立 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德性 是柔而立 那讲师我可不可以请教 就是说 假设我们是不是讲的是 态度温柔而坚定 可以叫做柔而立 可以叫做柔而立 这个因事立倒 就是所谓的柔 不直接的抵触 和颜月色 这都可以算是柔 如果一点点事情 就跟对方对抗 应碰硬 那应碰硬 当然就会有一部分损伤了 那我们常常说一个拳头 如果打在石头上 当然手会很痛 如果打在这个海绵上 就不会受伤了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劝人家说 待人处事 当然要柔和 柔和是给予人家的一种善意 主要是这样 不是知柔而柔 不是知柔而合 而是内心是怀着说 原来他现在有一种误会 站在他的立场想想 我们不必跟他生气 我们慢慢的跟他说明 和颜月色的说明 这个就是柔 这个也是和 这是好事 不是坏事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为了要 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好 让这个教育能够更正确 让小孩子能够更明理 所以我们有时候用这个方式 但是你不能一辈子以柔为德 一定到最后就变成没有主见 变成是一个很好欺负的对象 畏畏说说 随波逐流 是 就是这个怎么判断 你虽然是柔 但是该要你来做中流抵住 力往狂烂的时候 你到底能不能站得出来 你那时候如果依然畏畏说说 那你是完全误解了柔而立的意思 是 所以我们真的是为柔而柔的话 知柔而柔 那个感觉上又是一个表面功夫的感觉 我做的就只是外表 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做到是柔和的 让人家觉得舒服的 所以古人教一个人 他是把它教的这个很灵活啊 很灵活就是他一变化很快 柔是常态是对的 柔是常态他是对的 那我什么时候要刚呢 该刚的机会来了 啪一下拍桌子都有可能的啊 是 该刚的时候就会很刚 该硬的时候会很硬 该柔的时候 常态上是要柔 嗯 但是事情已经转变了 这个时候没有钢 是不行的 嗯 那你还柔嘛 那有些情况是不能柔的 就像刚刚讲是您举的那个例子 呃 在那个 就是刚刚那位年轻人 呃 如果已经有人拿着刀抵着他了 常态当然他没有拿这个刀 我们当然就要是和颜月神的 钢就要钢啦 旁边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 可以砸的 全部都要砸上去啦 嗯 你要教小孩要把他教这样 就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压制他 让他成就了他的杀人罪 第一个 损伤你的性命 父母心疼 第二个他杀人 他一辈子也毁了 是 所以你那个柔害了两个人 真的呢 看那个影片是很心痛 是好人一个 你的块头长这么大 老天长这么大块头给你 你不是浪费了吗 嗯 是 你块头这么大 你有能力压制他 你的旁边东西这么多 你有能力呢 可以做一尺的防御 嗯 为什么你就 温温柔柔的在那边看着他 甚至于 那个情况是 对方的刀子挥下来 他连抵抗都没有 一刀已经披在他的肩上 你披在他的肩上 他还站在那里还没事哦 为什么 因为他的肉很厚啊 是 第二刀披在脖子上 人就倒下 是不是损两条命 另外一个人生命也毁了 所以讲师明说这是害了两个人 就是害了两个人 你即使是强力的去阻挡他 即使是到时候法官说 你怎么折断他的腿 对不对 也可能判你判拘役判官十个月 嗯 这都无所谓了 为什么 因为跟生命的价值来比 这些都叫做无所谓了 是 这要教明白啊 对 那讲师还有一点点时间哦 您教教我们 比如说你刚刚在讲 的确我觉得顺真的很不简单哦 那个爸爸对他那么的不好 一直要害他 可是他对爸爸是一直都是温柔的态度 可是他该坚定的时候 他也不要让爸爸真的把顺给害死了耶 他该逃的时候他会逃 他该防备他有先布好防备 对 这个很重要啊 很重要 对那这样子我们 怎么样去教育我的小孩 可以能够具备柔 然后什么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利呢 各位像我们 刚刚这样讲 就是一个大原则 是 但是生活上是有很多变化的 对 那什么是好的教育题材呢 我觉得新闻媒体啊 电视媒体就是个好题材 嗯 对不对你随时 今天有一个什么新闻 是 来我们就拿下来跟小孩子讨论 是 看看这样的人的一个个性 长远来说 将会是好还是坏 将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应该是怎么样的个性 什么态度 会更好 那有些情况我们可以抓到一些 就是他不懂的全变 所以他受了伤害 那我们可以拿出来做教育啊 跟小孩子讨论 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其实可以怎么做 对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喔 尤其是小学或者是国中生 应该 他们会比较搞不清楚的是说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跟 爸爸妈妈 说实话 或什么时候我可以说谎话 这个可能 当然你这样讲 爸爸妈妈当然的 希望小孩都说实话 但是实际上你要了解 我们的小孩常常对父母说话 不要这样说 我自己国小国中 我觉得我也自已会 跟爸爸妈妈说话 对嘛 对家长说谎的机会 那不是多得不得了吗 对啊对啊 但我们不鼓励小孩说谎 但是如果这个小谎 能够让家庭更圆满 是 是 这个小孩子明明今天就想去逛街 他就跟我们说他去图书馆 这个无伤大雅啦 无伤大雅 那爸爸妈妈知道了 我要跟我的小孩说 其实我知道你是跑去逛街 但是我们自己做父母也要做一个明理的父母 当然我们不能让小孩每天逛街 但是偶尔逛街 这也是应该的啦 现在这个社会 你能够把他给宅在家里宅多久 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啦 对 对不对 那你说你都不让你的小孩 玩一下手机 玩一下电脑 现在根本做不到啦 对 所以你要明理 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是 最好让你的小孩知道说 你其实是蛮明理的 但是你是有原则的 那小孩子什么事情是 愿意告诉你 可以告诉你 是 我想这个是 比较明理的方式啦 是是是 谢谢喔 谢谢讲师 你又跟我们讲了 不是只有温柔就好 跟人家讲话 平常清真细语那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坚持 或者是说我们要有主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立得起来 对啊 要能够站得出来啊 比如说这个局面 明明你应该要仗义直言 对不对 要站得出来 要慷慨激昂 结果你还在那边 裸裸裸裸的 还在说 大家不要吵啊 我们要以何为亏 这个 建立不了是 是是 谢谢 谢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 我们这个礼拜 就好好的在日常生活中 来揣摩一下 什么时候是柔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立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见喽 拜拜 我 nets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